Bug最多,争议最大,口碑两极分化最严重 回忍者剧场版The Last是如何做到让CP党和战力党同时破防的呢? 上个视频,我是佐治的轮回岩,可以关闭,是因为作画失误 这真不是我脑测 因为这部剧场版里的Bug实在太多了,让人不得不往这方面想 比如同样作画错误的,还有赵美名的熔盾 在这里,酸液熔盾又一次变成了岩浆熔盾 看得出来是和无影会团那次统一批画石 还有开篇的幼年名人就已经会有影分身了 12岁还没从人者学校毕业的名人,连一级的分身术都用不利索 他这里竟然就会B级的影分身了,反正我是不信 名人5岁的时候有没有上人者学校都还是个问题呢 更扯的是,杀人和云人集体穿错衣服 暗门给43号的木叶忍者重新设计了一套马甲 并一直沿用到了伯仁传 但一些粗心的画师却把这件木叶马甲绊到了杀人和云人身上 动画里画错户我图案的情况不少见 但穿错衣服这还是头一遭 画师们在作画时,难道都没发现这些忍者跟看见狼齐拉比穿的不一样吗 也不知道是小丑社还是外包公司的问题 悄悄说一下 这部剧场版部分的后期动画制作外包给了我们国内的动画公司 在剧场版上映前就有员工泄露了所有人设徒 并称自己正在赶工中 那时距离剧场版上映只剩一个月 也难怪这部剧场版会有那么多的赶工痕迹 此外,The Last还是嫌虚假宣传 光看宣传PV你根本不可能猜到这是部恋爱电影 PV里还拉出人际角色佐助来拨眼球 肯定感性 宣传片里佐助的那几秒镜头都快接近他剧中所有的戏份了 偷偷的挂羊头卖狗肉 这些都还算是小问题 里面的那些情节和OOC的台词 才是拉低这部剧场版口碑的元凶 让部分CP党难以接受 惹得名人初天小鹰三家粉丝都原生在道 编剧及小鹰之口否认了名人这十几年来对小鹰的感情 他认为名人喜欢小鹰只是在和佐助较劲而已 剧场版的音乐导演甚至把名人对小鹰的喜欢 比喻成和喜欢吃拉面是一样的 这不仅侮辱了小鹰 也侮辱了名人和案本 案本在刻画名人和小鹰的感情时 可不像在吃拉面那般儿戏 我们观众又不是不能接受名人从前喜欢小鹰 现在喜欢初天 只是你这个理由未免也太苍白太可笑了吧 这位编剧和音乐导演还自以为是的觉得 他们对这段感情的处理非常巧妙 也不知道这两位是哪来的自信 就连名处党和初天的粉丝也不是那么满意 因为初天能和名人走到一起 看上去就像是小鹰的施舍和名人的同情 推二休息次的选择一样 让初天在这段感情里很憋屈可怜 出名的反感在于这部剧场版给初天凭空制造了不少黑点 算是花火被抓走 初天却忙着通宵给名人制围巾这种操作 显得是那么不合时宜 动画组为了宣传剧场版 还特意制作了两集特别片 来展现初天和花火的姐妹情声 结果到了剧场版 你搁这儿支支围巾 一个字 绝 所谓的姐妹情在爱情面前 是那么的唯一不足道 只能起个电影角色的作用 这部剧场版不单单是在CP当中有极高的存在感 也是战力党心里的一个坎 因为大头目舍人的几个人数表现历史在太夸张 每开转视眼查克拉模式的舍人 随手丢的一个光球就能抽干名人的查克拉 再动穿一个星球 金轮转身爆甚至能把月球披成两半 什么实为伟兽欲 顶上花佛 硬托罗之石 那些在疾风传里被吹上天的人数顿时都按人失策 让好几家粉丝都破防了 但搞笑的是 这个使人竟然输给了名人 更搞笑的是 这里的名人用的不是六道模式 只是仙湖模式而已 这下大家就来劲了 那不就可以通过仙湖名人来叠盒子踩射人了吗 可名人的粉丝又不干了 因为四战的仙湖名人怎么能和19岁的仙湖名人比呢 现在的名人可是比四战那会儿多了半只就位和其他几只尾兽的查克拉 更别说名人自身的战斗实力也在提升呢 四战大决战短十几个小时 名人就能从精明成长到仙湖名 这里又过去了两年 实力早就经非西比了 你想把四战的仙湖名人和这里的仙湖名人花等号 再托上舍人来敌盒子 怕是不得行哦 具体的一些细节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就是舍人批阅 给人的冲击是前人所未有的 像踩着他上位的人就多了起来 The Last在战力党中的存在感自然就高了起来 而之所以The Last能同时让CP党和战力党那么介怀 就是因为这部剧场版一直都有着算不算火影主线的争议 要知道就火影这部作品而言 原创内容天生就要敌人一等 管你某位忍者有多强 某段剧情有多逆天 但凡不是出自案本之手 但凡官方没有把你纳入主线 那我们粉丝都懒得去打理你 只要能证明The Last不是主线 那无论里面那些OOC有多可笑 舍人批阅有多牛逼 也就都没有意义了 翻开剧场版的远着原表 负责编剧和脚本的是金种文雄 原作者案本只负责了人设和监修 也就是说The Last的故事压根就不是案本写的 案本对剧情的参与程度 就仅仅在织维京这种直至末节的地方 提了点自己的想法而已 因为案本清楚自己并不擅长写感情戏 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去给明初打补丁 想要不惜明初爱情故事的 是这个叫金种玩雄的编剧 我查了下他的资料 作品都没几部 估计是个18项小编剧吧 那这下不就结案了吗 既然不是案本编剧 那The Last凭什么算火影主线呢 答案问题就出在 这部剧场版竟然有配套的公式书 这本列之书和大家熟悉的者之书 同属于火影官方公式书九字真言系列 里面不仅对这一时期的数位忍者进行了介绍 还补充了大头目一组的信息 以及案本的角色设计心得 迷人和初天的情感历程也收入了其中 这一下就让The Last的地位变得微妙了起来 并且后面的再之书 也把The Last和案本画的两部外传都拉入了火影主线 这下你不想承认The Last是主线都懒了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场版 很难让CP党和战力党都不去在意的原因 另外大家也很在意 大头目蛇人还会不会在博人专漫画中再次登场 毕竟蛇人的颜值在几位大头目中还挺能打的 声音有福山润也很大牌嘛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